用神仙打架来形容这场比赛是再适合步步了 而主角呢则是吉林的琼斯以及广东队的马尚 而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上来说 吉林都比今天的广东要做得更好 马尚与琼斯最后时刻的对标固然精彩 两人分别拿下了各自队伍的最高分 马尚33分 琼斯43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吉林队的琼斯除了得分进场之外 还有14个篮板以及13次主攻 在传联球队和整体篮球方面 的确是吉林是做得更好的一方 广东队已经很久没有试过开场 是处于落后的一方了 这与他们外围极低的命中率有着很大的关系 要知道分场比赛前广东的三分命中率 以41.8%排名全联盟第一 而对阵吉林则是31.5% 这还是比赛最后两分钟 马上连续命中三个三分的情况之下 才把命中率稍微拉了上来 从结果来说 吉林队是依靠超级外援琼斯 最后时刻的绝杀才赢下了比赛 但从过程上来说 如果不是广东队自身专注度不够 导致攻防两端效率下降的话 对阵着直面实力不如自己的吉林 或许也不会让对手咬到最后一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